深圳黑幫酒店尋仇,砍爛15架車 前日清晨,十幾個赤膊駕多的男人 衝入深圳布的一間酒店的停車場,見車就砍 短短40秒內,大漢砍爛至少15架車 包括保馬和奧迪,中連保安更亭都不放過 打爛野獸閃,有目擊者說當時嚇到呆了 酒店說案發前三個莊,十幾個男人 因為卡拉OK收費問題和職員衝突 懷疑他們之後去停車場搗亂報復 至於無辜被人砍爛報復,被人砍爛報復 至於無辜被人砍爛報復,被人砍爛報復 至於無辜被人砍爛報復的車載 酒店說案發前三個莊,十幾個男人 酒店說會賠錢給他們維修 酒店說會賠錢給他們維修 酒店說會賠錢給 М